你知不知道 開始了 我們先問一下第一條問題 其實我每次來香港的行程都非常短暫 就是都趕著一點 今次的行程可不可以遊覽一下 什麼明星或者吃什麼美食 日本香港的好吃的 我喜歡吃飯的東西 日本的朋友 日本的朋友 有什麼東西的意思 香港的朋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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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都有一些 因為爸爸實在太忙了 所以今次來到 其實他的行程 也是好像 之前幾次這樣 也有一點趕 所以就未必說 有很多時間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但是他都很希望 將來能夠 比如說不是工作的時候 就是過來香港那裡度假的 好 我們來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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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看 你去看 我先來看 我先來看 我平常的 我以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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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他平時穿的 本色 還是 感覺更好 還有 好 而且 好 很多藝人 他們出席活動的時候 都穿很多 美衣 當然 我以為 他自己喜歡 哪一類型的打扮呢 或者他自己對時裝的 看法又是怎樣的 同時坐一會呢? Fashion Style的沖燈Style的衣服 平常是平常穿的衣服 但今天是特別的日子 很高興的衣服 吃飯式的衣服 參加Fashionista的衣服 其實他自己平時穿衣服 本身喜歡最重要是以舒服為主 但當然你說 可能今天是在Givenchy的活動裏面 穿了Givenchy的衣服 他經常覺得感覺和自己穿衣服很不同 自己都非常喜歡 有機會成為Fashionista 即時尚達人也是好事